以後如果你希望Excel本來不能查詢 沒有辦法用關鍵字做查詢 利用這個方式很快就可以做查詢了 輸入一個關鍵字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查詢結果 再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做法我大概demo一下 一,游標可能先放在外面 然後呢先做那個開發人員錄製去期 名稱的話也許叫地詞查詢吧 因為我有一個一樣的名稱我叫地詞查詢2 按個確定 那再來游標放在第一列上面任何個 我放J1好了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再做資料裡面的篩選 篩選裡面記得點選上面的欄位 因為它是文字會出現文字篩選 如果它裡面是數字就會數字篩選 如果是日期就日期篩選 所以其實這邊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可以跨欄 或者是說兩個三個條件其實都可以 裡面我們用包含 那我就輸入一個 假設我剛剛沒用信義錄 假設我這邊的話輸入一個條件給它 那這邊的話我就輸入信義錄 然後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有且跟或 不過我沒有做那麼複雜 按確定 好那就游標再放到A1 做什麼呢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Ctrl C 之後的話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新的工作表貼上 貼上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重新命名這個我們自己再來改 切回來 然後把篩選的狀態取消 OK 完成 動作 多餘的動作就不要做了 反正就是做完了 記得喔 開發人員停止錄製 再切到聚集裡面呢 找到地址查詢2 我剛剛改了 編輯一下 那增加哪些呢 第一個把上面註解先拿掉 我剛剛講過 1 先在這邊加一個s 等於什麼呢 等於input box 錢括弧 然後雙引號兩個 請輸入關鍵字 這邊的話 請輸入關鍵字 跑掉了 這邊輸入一個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你上面可以加註解啦 不過現在沒有太多事 第二的話 把這個信義路 把它改成s 怎麼改 特別注意喔 一樣喔 信義路這個我怕同學改錯 要把s放在原來信義路的位置 記得喔 1 雙引號雙引號 1到中間 2 and and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s 然後把and 符號呢 把它空格 欸 有沒有發現 其實好像有做過一樣的事情喔 在字串裡面要放一個變數啦 反正以後喔 如果你實在記不起來 你就記喔 口訣 雙引號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 and 兩個 再把變數放中間 and 一邊的前後加空白 完成 OK 欸 這個應該還蠻好用的 以後最難的應該也在這 我最怕就是你們這地方會有錯 那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查完 然後查完之後呢 幫你Ctrl Shift 像右 像下 Copy 切到 有沒有這一行是 增加一個工作表 這一行喔 然後貼上的時候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順便在這個 增加工作表的下面這一部分 多寫一個什麼 重新命名 名稱就叫s喔 所以關鍵的地方就是 1 在add add 新增工作表之後 它會叫什麼 工作表1 工作表2 反正不管了 名稱一定會都不一樣 但是我為了要變更名稱的話 多寫一行 這一行可能要自己手動 那那個 那一行喔很簡單 你可以 最後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最後一個工作表 複製過來 去此 挖胡去點抗 它的名稱就點name 所以點name 等於什麼呢 等於s就好了 就這樣子 寫完了 大家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增加的工作表在最後面 把那個名稱改成叫做 我們輸入的名稱 好 其他就不需要改了 所以我基本上 錄完那個聚集之後 再修改三個地方 這三個地方應該不難 第一個 input box 請輸入的觀念是 二 把信義 我是信義錄 把他串一個變數s 三 再增加一個 把名稱重新命名 寫完了 查詢系統就誕生了 所以其實以後 在以後要做一個查詢系統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複雜 只是說 這個地方可能 你需要具備的能力 一 熟悉錄製集 二 知道要怎麼修改聚集 有沒有 再來的話 我們來亂亂看 改完喔 改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亂亂看它 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 我也許 因為我叫地址查詢2 那我可以 把這個 剛剛的東西拿來做修改 這個叫 然後 指定要聚集裡面的地址查詢2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拿這個來 試試看 地址查詢2 這個時候一樣 它要查的是 中校東路好了 所以我這邊改一下 因為我 不過這邊我沒有房呆喔 就是意思就是 工作人員名稱不能有重複的 中校東路 目前現在沒有 但房呆可能要另外講 講義裡面有啦 因為時間不太夠 所以我就 先把 比較重要先講 按確定之後呢 你會發現喔 中校東路有沒有出現 出現了 在這邊 有沒有 切回來 那你就可以 再去查別的 OK 所以其實 程式沒有寫很多啦 反正就 錄製 修改 查詢系統誕生 但是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就是 如果你再查一次 中校東路 那它會出 所以為什麼 因為你 重新命名那一行 它又 又跟裡面有的一樣 所以怎麼辦呢 我在講義裡面有提到 就是如果你要避免一樣的 你可以怎麼樣 有個防呆機制 工作表是否重複 檢查一下 如果 它書那個名稱已經重複怎麼辦呢 那理論上就把 因為理論上會再查一次就是 舊的把它刪掉嘛 產生新的 所以我這邊做法是 刪掉重複的那一個 再重新查一遍 這樣就OK了 所以 這邊有補充啦 有需要的同學 自己再看一下 另外的話 還有查詢資料庫 這邊會用到一個 ADO物件 一樣的語法 CreateObject 它的名稱叫 ADODB.Connection 這個東西呢 是在內建功能就有了 所以我只把它引用進來 它會變成一個叫 MyCom的有物件名稱 利用它呢 去做跟SS連線的動作 那你可以連線完之後 一樣可以用Seql語法 去把SS的資料撈回來 也可以把資料 insert into過去 語法非常簡單 但是可能要實作 今天時間應該是 來不及 所以放在這邊給各位參考 甚至底下我還有一個什麼呢 如果你不想用SS 其實你用Seql 可不可以當資料庫 可以啊 語法在下面 謹工參考 但是 光想 講到這個 如果要慢慢講 很 有充裕的時間 講得清楚 這個實在是 沒有辦法 所以謹工參考 就是說至少我有提供給你們 一定是可以Run的 沒有問題 因為這東西教材已經不只Run Run一年 Run很多年了 所以這個東西絕對是可以Work 只是說 有些東西 需要講 然後另外還需要實作 那有問題的話 也許可以試做看看 其他的話這邊 請各位參考 試試看 把剛剛的部分我覺得比較重要 就是建立一個查詢系統 只要以後你是Excel裡面的資料 你要查詢 通通可以用這種方式 而且甚至不只文字資料 數字可不可以 日期可不可以 通通可以查詢 自動幫你把結果 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 並不會花太多時間 就改三個地方就可以 ヽ ノ K 那 再來 拜拜